鷹和箭 有隻鷹在一塊高聳入魂的石上面停下了 望著一隻即將成為它裂物的野兔 看著它的一舉一動 在一個隱蔽的地方 有個弓箭手見到隻鷹 就瞄準它 射了致命的一箭 那支插著它心臟的箭 隻鷹只是望著一眼 一眼就認出了附在箭尾那些 就是它自己身上的羽毛 它很感慨地說 死在自己羽毛整的箭下 我和死兩次沒有分別